一进入心流状态后 大脑会长时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而不觉得时间流逝 例如专心做一件事 发觉过去了几小时 要进入这个状态 有个很有效的技巧 就是关掉手机 屏蔽一切外界阻力 二学习所需要资料工具都应该事先处理好 也就是说必须要心无旁骛 任何可能打断 所以任何可能打断 自己心流状态的因素 必须排除 要让环境 是免打扰的 像图书馆自修饰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自制力差 尽量不要留在家里 要给自己制造合体的环境 送走干扰你的任何人和物 好好集中你的注意力 三正激励 为什么我们做事情会上瘾 得到快乐 所以跟奖励系统有关 我们安排学习或工作 必须要给自己安排正激励因子 不断地找各种方法 给自己正激励的因素 让自己的工作或学习行为 看起来越来越有成就感 你就会更加喜欢去做